黄河斑是由于内分泌失调引起的面部的一个色素沉着斑 它的主要形成原因是跟内分泌有直接的关系 黄河斑的早期动作主要是表现为面颊部出现淡黄色的斑片或是斑点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逐渐的扩大 慢慢融合成大片状的褐色斑片 临床上我们通过口服中药调理 同时配合上激光治疗 美白针也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治疗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静脉将美白针的药物注入到体内 通过体内的代谢可以抑制这个黑色细细胞的形成 同时对于已经形成的黑色细细胞呢 美白针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代谢作用 所以黄河斑可以打美白针 而且这个比较好 比较好 感谢观看